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成交一带遍布着许多六朝时期的古墓 1965年1月 考古人员在南京市燕子鸡仁台山发现了中国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堂弟王兴之的墓葬 据专家考证 王兴之比王羲之小三岁 两个人还曾经在一起供过誓 考古人员从王兴之墓中出土了一块墓志 王兴之夫妇墓志现曾于南京市博物馆 它两面刻字 一面为王兴之夫人墓志 一面为王兴之墓志 墓志上写有 军会兴之 征兮大将军行参军 贤康六年十月十八日祖等内容 这表明王兴之生前曾做过征兮大将军行参军一职 他死于公元341年 王兴之的墓志共十三行 每行十个字 这些字刻工精细 字形方正 笔画挺直 棱角分明 带有执着厚重的特点 被专家称为方笔立书 在王兴之墓被发掘前不久 考古人员在南京中华门外 七家山又发现了一座中国东晋时期的墓葬 从墓中出土的墓志得知 墓主人是东晋宰相谢安的伯父谢坤 谢坤是东晋初年的名士 他的墓志刻于公元323年 志文共67个字 这些字字体贬方 较多保留了中国汉代历书的特点 王兴之墓志和谢坤墓志出土以后 很快引起了史学家郭沫若的注意 他把两块墓志上的文字 与王兴之的兰庭集序进行对比分析后 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论断 兰庭集序并非王兴之所写 1965年6月 郭沫若看到王兴之和谢坤的墓志后 发现这两块墓志上的字体 带有明显的历书特点 这与兰庭集序漂亮流畅的行书比翼 完全不同 郭沫若凭着自己多年的考古经验认为 中国近代的字体应该都是历书 既然兰庭集序没有立书的特点 那他就一定不是近代的书法作品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论证后 郭沫若撰写出 由王兴木志的出土论到兰庭序的真伪一文 这篇文章在文物杂志上发表后 随即被光明日报连载 在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论著中 郭沫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 那就是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庭集序 并非王羲之所写 而是王羲之第七代孙志勇和尚伪造的 此论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震动 然而 鉴于郭沫若在史学界的地位 有很多专家学者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 却缺乏公开撰文与之论争的勇气 只有江苏学者高二世写的一篇名为 蓝亭序的真伪博弈的文章 文中提出 在中国近代 历书一般用于课碑文等正式长河 行书用于信杂等日常书写 蓝亭集序是王羲之闲暇时的笔墨之作 不能苛求他用历书来书写 而且当时汉字的字体正在演变之中 蓝亭集序的部分字迹 仍未脱离历书比义 由此高二世提出 蓝亭集序为王羲之所作 是不可更异的铁案 高二世是江苏省文史馆的管员 他对中国古代书法有很深的研究 高二世本人擅长写草书 其书法狂放自私自成一体 性情耿直的高二世 写出反摩郭沫若论点的文章后 便寄给了光明日报 谁知稿件却被退了回来 高二世于是请自己的老师张世昭 把文稿转成给毛泽东主席 希望公开发表 毛泽东主席一生喜爱蓝亭集序 并时常背诵和临摹 所以他对有关蓝亭集序作者的争论 非常关注 两天后 毛泽东主席给张世昭回信说 希望对蓝亭集序作者的问题 展开争论 与此同时 他还给郭沫若写了信 提出 比莫官司有比无好 郭沫若收到毛泽东主席的信以后 立刻约见了光明日报的总编辑 建议在报纸上组织讨论 很快 高二世的文章在光明日报的蓝亭论辩栏目中发表 这篇与郭沫若唱对台系的文章发表后 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蓝亭论辩 短短半年时间 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论辩文章就有几十篇之多 其中支持郭沫若观点的有启公 赵万里 史树青等人 支持高二世观点的有唐峰 严北明 商成作等人 如今郭沫若和高二世两位学者都已经去世 他们当年那场有关蓝亭集序真假的争论 由于谁也说服不了谁成为一桩悬案 至今也没有一个结果 事实上郭沫若并不是第一个怀疑蓝亭集序作者的人 中国清代乾隆年间 就有一位名叫赵卫的学者首先提出 王羲之的字不可能像蓝亭集序那样 应该更有古异一些 到了清朝末年 广东书画家李文田对此也心存疑问 那么李文田就说 说古人评价王羲之 说他龙挑天门 虎获凤雀 什么铁化银沟 说我们看蓝亭旭哪有一点这样的影子 蓝亭旭那么的儒雅漂亮 是吧 应该说如果存世有王羲之的真迹 应该像串宝子串龙岩那样鼓捉才对 然而千百年来 由于人们普遍认为蓝亭集序出自王羲之之手 因此赵卫和李文田两人的质疑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直到1965年 郭沫若看到南京出土的王羲之和谢坤的墓质后 发现墓质上的字体非常古捉 带有浓厚的历书笔意 与同时在创作的蓝亭集序的行书笔意大不相同 他立刻想起了赵卫和李文田对蓝亭集序作者的怀疑 经过进一步研究 郭沫若大胆得出结论 蓝亭集序既不是王羲之所作的 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 在此基础上 他进一步提出 蓝亭集序的文章和墓迹 均出自王羲之的第七代孙志勇和尚之手 然而郭沫若的观点 并不是无懈可击 我们说郭沫若先生的论点 的确有他的软肋 比如说他把晋朝 墓志和石碑上的字 跟这个手稿里边的字体相对比 实际上这个是不能对比的 因为古人写正式文字 用的这种证书可能多带利益 但是手稿里的字可能利益 就会相对少一些 甚至没有 所以他这种比较的对象就不对 另外他很大胆的怀疑 蓝亭旭是志勇伪造 这个毫无根据 所以高二世先生说的对 有的专家则认为 郭沫若所持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 按照他的论述 把蓝亭集序和王羲之的其他行书作品 放在一起比较 就会看出郭沫若所说的 比一字体上的截然不同 比如说王羲之的其他行书作品 我们现在有很多他的唐膜本 是公认为可靠的 比如说丧乱贴 比如说孔氏忠贴 还有台北故宫的平安修宰凤菊贴 快雪石青贴等等 大家都认为这是比较可靠的唐膜本 那么好 拿这些东西行书 来跟蓝亭旭的行书做比较 我们稍有书法常识的人 还都可以看出一些味道上 风格上的不同 所以蓝亭旭并非不可怀疑 没有可以指摘之处 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地研究下去 轰动一时的有关蓝亭集序作者的争论 虽然没有结果 但却为学术界带来了百家争鸣的新气象 1973年3月 文物出版社收集了有关蓝亭集序作者之争的18篇文章 编短成蓝亭论辩一书 这些文章成为研究 不管蓝亭集序是不是王羲之书写的 其书法之美已经深入人心 这是不可能改变的 而由蓝亭集序所衍生出来的蓝亭文化 也成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 穿越历史 感受国防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